好,有朋友Ivan问 他说短线炒科技股的话 就是你刚才都建议大家做这个策略 好,700腾讯怎样看? 没有货的,现在买,还是等低一点? 那其实是否真的 你问我位置是越低越好 但是问题是否低位的时候 就是你有没有感觉去低位去骂? 如果没有的话 别人问你应该几千骂 所以你问我是300元买最好的 但问题未必会见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炒股的 有个Principle和Fury问题 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些位置 你去买是没问题的 345元,上个星期都是这样说的 你345元买 那当然我们上个星期 我记得说345元左右 你去买腾讯 上个星期的确说 会见过330元那些位置就更好 但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感觉 就是为什么要去买腾讯? 或者我们在说逻辑上 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些 你是在拼近未来的监管因素 或者市场很害怕的负面因素上 反映了很大部分 譬如我们在第一季业绩上 腾讯的确做得比较不英俊 因为现在主要 近期比较当差的电商围住 但是问题是 我觉得游戏业务也好 广告业务上也好 其实迟早也有机会跟起来 Principle 你电商好一点 整个市场消费好一点 那些人就肯下广告 那些人只会循环去 虽然短线 腾讯未必走得太快 但你中长线收集的时候 如果你这一刻 就是想着低点 不要说300元那么极端 可能330元以下 差十多元左右 你不断地等 那些迷子买可能更舒服 但问题是你做中长线的 假设你这些位置成功买了 开心辣的市场升上去 去到370元 我是不是建议你370元就去食户了 不是的 叫你拿住的吗 所以那个道理就是说 当你放到去 可能一年后了 你这一刻 345元买和320元买 分别不是真的很大 因为我们看回报 都是说起码看400多元楼上的 你没理由这些位置 做长线投资 觉得腾讯连400元都上不上去的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你问我 只要你肯做中长线投资 你买腾讯是可以的 但是你是短炒的话 自然是胜得没那么多 因为市场可能围绕着 促进消费 电商那些位置 嗯